欢迎回来 这里是《窗上普拉斯》的 《中国山石协》第42期夏季 书节上回 我们说到邵氏兄弟失去了唯一的对手 迎来了黄金时代 据统计60年代起 邵氏的制片厂 每年有超过40部电影制作完成 流向各地 1965年 邵氏兄弟开始把重心 从文艺片和黄梅调 转向至武侠片功夫片 继而带动了整个香港电影的转型 1966年 邵氏的武打片《天下第一拳》推出 又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同年 已拍摄武侠片《见长》的张彻 被邵氏夫招揽进邵氏 不久 他便推出《独臂刀》 这是邵氏武侠的开山之作 这部电影刷新了当时香港的票房记录 此外 戏中男主角 也首开华语电影中 《侠义硬汉之风》 1967到1974年 是张彻在邵氏最风光的岁月 他连连推出卖座的《十三太保》 《大决斗》 《马永珍》 《少林五祖》等片 这七年间 张彻为邵氏夫带来了丰厚的票房收入 在他的引领下 《武侠片》《功夫片》正式成为新的流派 以《少氏武侠片》为起点 荡丸之地的香港 开始拥有角逐影响世界电影潮流的资本 外界一度以 由华人处庇佑邵氏电影来形容其影响力 进入70年代后 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亚洲 在北美、欧洲自建戏院 组织发行渠道 中国电影得以进入欧美市场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 巅峰期 每周都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邵氏的电影 邵逸夫也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娱乐之王 可以说 失去对手的六七十年代 是邵氏电影所向披靡的黄金时代 但早年间 在香港的舆论界 人们并不关注邵逸夫 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雄才大略 作为娱乐大亨 坊间广为流传的 是他的八卦 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 邵逸夫是长于算计 资助比较的商人 曾有人问他 在邵氏拍摄的电影中 哪一部是他最喜欢的电影 他回答 最赚钱的电影 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 关于邵逸夫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创业时期 公司巨物 申请拿20港币 买100个生煎馒头 邵逸夫不予批准 理由是 公司食堂馒头 才一毛钱一个 结果 出外景的工作人员 因为没有早餐吃闹罢工 公司因此损失一万元 邵氏的抠门 为他招来的麻烦 远不止这些 当时 邵逸夫的副手邹文怀 就因为不满邵氏的 固定薪酬制 蒙盛了另立门户的念头 邹文怀跟随邵逸夫多年 几乎是邵氏香港 创立时就存在元老 但12年岸前马后 邵氏日金抖金 邵文怀的财务状况 却始终停留在工薪阶层 不过 真正让邵文怀不满的 还是邦逸华的到来 邦逸华祖籍广东 母亲是上海一名歌姬 邦逸华早年在新加坡 做舞厅歌星时 与邵逸夫相识 年轻的邵逸夫 曾是他的歌迷 1965年 邦逸华来港做签约歌手 碰巧与邵逸夫相逢 二人的缘分 便从这里开始续写 当时邵逸夫对主管公司大权的 邹文怀奸起疑心 怀疑他有策反之心 为了分化他的权利 1969年 邵逸夫将邦逸华 拉入邵氏采购部 在开支上撤走邹文怀 当时的员工 把邹文怀一伙称造反派 把邦逸华一派称保皇党 两派名争暗斗非常热闹 邦逸华独揽大权之后 邹文怀便开始坐冷板凳 处处受其制约 1970年6月 仍无可忍的邹文怀 带走了邵氏旗下一大批 对薪酬不满的导演 创办家和影业公司 与邵氏分庭抗礼 继陆云涛去世 电报没落后 孤独求败的邵逸夫 终于又迎来了对手 有圈中人笑道 这叫做一击死一击鸣 香港开始出现电影危机 熟悉电影业困境的邹文怀 开始推行制片人制度 既谁出经费谁享受收益 制片人制度的推行 解决了成立之初 财力微弱的家和经费匮乏的问题 也加快了家和的扩张速度 此外 在邵氏学艺12年之久的家和 更吸取了昔日邵氏的教训 在公司内部 采取股份分红制 参与者可作为股东 不再是单纯的打工仔 刚开始 家和可用的演员很少 最初的几部电影也都反响平平 不久 一个人的出现 真正使家和在影坛上站稳了脚跟 此人便是李小龙 1970年 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片在香港播出 掀起了一股李小龙热 许多香港制片商 都希望他能来香港拍片 但李小龙提出的薪酬条件 却令许多公司望而却步 真正有实力与其合作的 只有邵氏公司 当时李小龙提出的要求 是一部影片一万美元的薪酬 拍摄时间60天 这些条件交到邵氏手中后 邵逸夫立即着急新班底 开始商议 一开始 邵逸夫还饶有兴趣 但当他听到李小龙的条件时 不由冷笑 这个李小龙一定疯了 简直万天要价 我手底下那帮年轻漂亮的女明星 一个月才600港币 其实 以李小龙的名气和实力 这个薪酬并不过分 但邵逸夫认定邵氏招牌之大 断没有迁就演员的道理 邵氏内部的薪酬体制 更不可打破 他当场要制片主任给李小龙回信 表明直肯出2500美元 并且拍摄时间由公司决定 收到回信的李小龙又气又脑 他明白 邵逸夫不是自己的伯乐 便从此断绝了前往邵逸的念头 然而 邵逸的会议内容 很快便被急劣裁的邵文怀知晓了 本来 邵文怀是不敢打李小龙的主意的 一来是他创业一史 本钱不足 二来 他认定李小龙 必会被邵逸纳入麾下 邵逸大意识惊周 让邵文怀意识到 这将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好机会 他迅速派干将刘亮华赴美上门游说李小龙 并开出力所能结最大片酬7500美元 佳和上门拜访 实在好莱坞备受冷落的李小龙十分感动 他当即答应为佳和拍摄两部电影 不久 佳和公司为李小龙量身定做的剧本《唐山大凶》 便通过航空快运送递李小龙手中 该片按照李小龙的要求 仅花了60天便杀青 当年10月推向市场轰动全港 香港各界都刮起了一阵李小龙风 该片在香港联营三星期创下350万的 全港影院票房最高纪录 凭借此片 佳和渡过了危机 蜕变为一家颇具实力的制片公司 《唐山大凶》的走鞘 令邵一夫史料未及 而从1971年起 《香港影坛》也迎来了新的逆转 《唐山大凶》之后 李小龙又接连为佳和拍摄了《金武门》 和《猛龙过江》 横扫票房 凭借李小龙 佳和在香港影坛上义军突起 与邵氏并驾齐驱 为了扭转战局夺回武林盟主之位 邵氏放弃武侠片 转战艳情片 悄悄在多部影片中加强色情成分 以争取更多票房 但观众对于邵氏的讨好却不买账 甚至还有媒体出来抨击邵一夫 1972年 佳和如日中天之际 苦苦挣扎的邵氏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这一年 旧臣李汉祥从台湾返回香港 邵一夫立即要他返回邵氏 李汉祥沉寂寂许久 在回归后的第一部片子 一改以往风格 从喜剧片入手 不久以讽刺喜剧形势上演的大军阀 在香港上映 营院笑声不断 票房大包冷门 最后突破了400万人 大军阀的卖座 打破了佳和武侠片一支独秀的局面 沉寂已久的邵氏 以风月片的形势 重回大众视野 随后 李汉祥又趁势推出了丑闻 声色拳马等喜剧片 票房喜人 主演徐冠文也脱颖而出 成为当时香港喜剧片的一匹黑马 与死亡时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 1973年7月 功夫巨星李小龙 在邵氏当红女星丁沛家中 离奇猝死 佳和的上升趋势 被揽腰截断 命运的天平 似乎又倾斜到了邵氏一边 邵依夫认为 没有了李小龙的佳和 难成气候 正当他暗自庆幸时 稀财的毛病 却使他又一次错失了人才 当时已成为影坛星星的许冠文 没有忘记邵氏的提携针 一天 徐冠文拿着一个名叫鬼马双星的电影 兴冲冲地敲开了邵依夫办公室的大门 六叔 这个剧本好得不得了 你出资30万 我们合伙拍这个戏 利润评分怎么样 邵依夫接过剧本 匆匆扫视了几眼 便对徐冠文说 本子写得太差 我不会投资 其实 他根本不关心剧本好坏 只是听到徐冠文要跟他评分利润 便一下否决 徐冠文一听 气急败坏 一怒之下便离开了邵氏 转而与佳合合作 佳合看出了时机 不敢小事 邹文怀命人全力拍摄 不久 《鬼马双星》上映 创下香港电影史 830万票房的空前记录 痛失先机的邵依夫 只能先骂徐冠文忘恩负义 再骂邹文卑鄙小人 邵恩怀与邵依夫最大的不同 在于他招揽人才的过程中 愿意妥协制造双赢局面 而在掌权者邵依夫眼中 演员、导演、制片 只是《制片工业》 这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他崇尚规模与秩序 不会为任何一个演员 做出改变 在70年代的香港影坛 邵依夫向左而邵恩怀向右 二者的轨迹渐行渐远 在《凤红制作》的激励下 许冠文连续为佳合 拍摄了许多叫做的影片 几乎每一部都创票房记录 随后 红金宝、成龙、袁彪、徐克等人 也纷纷投入佳合门下 从70年代后期开始 佳合逐步取代邵氏兄弟 在香港影坛的王者地位 同期 邵氏兄弟的势头一落千丈 业务也不断收缩 最终1985年 邵氏兄弟宣布卖出全部院线 两年后又宣布停止生产电影 邵氏兄弟从此结束了 他在电影业的征途 据统计从1925年投产 至退出电影市场 邵氏已生产的电影超过1000部 从末片到有声 从黑白到彩色 从时装到古装 从黄梅调到武侠片 再到艳琴片 邵氏电影 走完了对华语电影业的启蒙之路 离开电影行业 并不意味着邵逸夫弃船而逃 而是他寻觅到了另一片蓝海 70年代末 随着电视逐渐普及 邵逸夫预感到 新娱乐时代将要来临 1965年 香港政府公开招标 拍卖无线电视运营牌照 邵逸夫联合五家财团 拍得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 经过两年的筹备 1967年11月19日 香港首家无线电视台TVB成立 台标蓝绿红三色又称三色台 TVB是香港第二家电视台 它成立时 力敌电视已经开播十年之久 TVB采用无线信号传播 不必像力敌电视那样安装线来 收费策略上 TVB更是采取了免费的模式 在内容上 TVB以本地新闻娱乐节目为主 同时利用股东之变 引入大量英美知识性节目 采用粤语配音播放 灵活的运营策略 让TVB受到广泛欢迎 迅速在香港影视业打开局面 1971年 邵逸夫在TVB开设被誉为 港姓摇篮的训练班 批量打造明星 香港演艺圈黄金一代如 周润发 周星驰 梁朝伟 刘德华 郭富城 刘嘉玲等巨星 导演杜琪峰等 都出自这个训练班 造型机制的确立 奠定了TVB的核心竞争力 在TVB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前 昔日香港电视企业 如潮水般一一退去 只剩千疮百孔的利敌电视 开始积极寻找下家 1982年9月 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 从呼声集团手中 购入利敌50%的股权 摇身一变成为利敌电视的大老板 控制利敌的邱德根 将其更名为亚视 并进行压缩编制 收缩预算 推行成本控制的全面改革 这些大刀阔斧的整顿 使得亚视股价开始动荡 市值大幅缩水 到1984年 几乎腰斩一半 邱德根趁机收购其余50%股份 独自控股亚洲电视 香港的电视争霸战 便从这一年拉开帷幕 邱德根与邵逸夫 远远也不浅 他与邵氏的冤家陆云涛 从前是挚友 邱德根对陆云涛的电影才华 欣赏有佳 曾计划与电茂一起投资拍摄电影 为此还特地安排妻子邱锦秋 跟随陆云涛团队 去台湾参加亚太影展 结果因为飞机出事 一去不返 邱德根入主亚视 有刻薄人说他是借尸还魂 延续陆云涛与邵氏的争斗 面目一新的亚视 让稳坐TVB的邵逸夫不敢小觑 邵逸夫以影城为后盾 迅速集结影城 及香港演艺圈的艺人 向亚视全力反击 一方面 TVB运用邵氏的影视资源 拍摄出高水平高质量电视剧 雄居收视率榜首 另一方面 在每晚黄金时段 推出欢乐经销的综艺节目 其贴近市民的风格 深受观众欢迎 在TVB冲击之下 亚视的邱德根也倾其所有 全力反击 其不仅在电视剧上 与TVB进行角逐 更在1985年 推出亚洲小姐 打破了TVB香港小姐的垄断局面 一时间 亚姐与港姐几乎平分秋色 此外 邱德根还模仿邵逸夫 开办无限议员训练班 在亚视举办同样的训练班 发掘出黄秋生 何嘉进等人 邱德根的一系列举措 成功使亚视转亏为盈 1985年 亚视获利1229万港元 但在邵逸夫铁腕之下 TVB开始尽全力打压亚视 1987年 亚视是巨资赴内蒙古 拍摄长篇电视连续剧《一带添交》 想借此夺回收视率 在亚视慢弓打磨的时候 邵逸夫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他拿出当初与电帽对立的手段 抢在亚视的电视剧登录之前 拍摄了一部剧集仅为十几的电视剧 《成绩思寒》 该剧几乎触动了TVB全台的精英 《群星云集》 是TVB极其少有的制作精良 场面宏大的电视剧 为了打压亚视 邵逸夫可以说下了血本 TVB的电视剧很快便抢拍完成 赶在亚视之前在电视上播放 鲜声夺人 成绩思寒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观众呼声高涨 不久 亚视的《一带添交》也上映了 由于两部片子 剧情大同小异 亚视的片子一上市 就成了二手货 反响平平 甚至还有人说亚视抄袭 此后 亚视一旦出台什么好的片子 TVB往往如法炮制 因为财力雄厚 TVB所效仿的节目水平 往往超越原创 两方的明正暗斗 不仅在自制剧集上 也扩展至转播节目 1988年 双方禁用于奥运独播权之争 对簿公堂 汉城奥运会期间 邱德根决定抢谈TVB的领地体育业 他先和奥运传讯机构签约 以200万美元 获取汉城奥运会的独家播放权 又与体育专家 金牌司仪合手信秘密签约 以200万港币的众筹 聘请他主持奥运转播节目 当时 亚视上下一片欢腾 满以为这次一定能战胜无限 历届的奥运赛事 一向是两台联播 而这一次 亚视拿下奥运赛事的独播权 无疑可以趁着节目空隙的 广告黄金时间 大赚一笔 此外 加盟亚视的TVB老将合手信 更是此次转播中的右翼杀手锏 但邵逸夫并没有座椅代币 这次 他亲自约见在港的合手信 给了老陈合手信 350万港币的好处费 让他休息一阵 邵逸夫的罪翁之意 合手信心领神会 他立马与亚视解除契约 转而跟TVB签约 随后 TVB又将亚视告上法庭 控告其破坏两架长达20余年 同伯奥运的君子协定 致使无限台的广大市民 看不到奥运盛况 要求解除其赌博权 双方的诉讼僵持不下 经过多次协商 法院的最后裁决是 两台同波 姜还是老的辣 稍一副见招拆招 亚视的禁忌又一次落败 TVB的出手打压 致使亚视第二年利润 便骤减至664万港元 而同时期 TVB的利润接近2亿港元 更在1984年上市 很多人说亚视会倒闭 但又总是不倒 还不时拿出新节目 吸引TVB老观众的视听 邱德根与TVB的对峙 持续了6年 最终因巨额亏损 苦战的邱德根选择了放手 1988年 林百姓的利新集团 郑玉同的新世界 何鸿燊的娱乐公司 联手购买邱德根的亚视股份 邱德根转手清了 这些年投资的老账 淡出影视界 从此 TVB与亚视之战 演变为新集团与邵氏的对峙 亚视新集团的确不同反响 其入主亚视第一个重大举措 就是高薪聘请女强人周梁淑仪 任董事行政总裁 周梁淑仪曾在TVB任过要职 这对TVB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有了雄厚财力支持的周梁淑仪 开始全面反击 邵逸夫主管TVB之后 延续了邵氏内部不合理的薪酬制度 来自TVB的周梁淑仪 甚至TVB的管理弊端 他开始以重金 不惜一切努力向TVB挖角 一时之间 TVB的台主演员 目前幕后不断流向亚视 明星既是资源 演员的流动 带来的是收视率的此消彼长 TVB下落 亚视上涨 面对亚视的大幅挖角 邵逸夫不愿与亚视进行金钱上的比拼 在他看来 演员都是贪得无厌的 给他们开高薪 等于放自己的血 TVB选择了不断捧出新的明觉这条策略 但亚视既造星也挖星 在人才之战上 渐战上风 有了巨型加盟的亚视频道 很快便好戏联台 精彩分成 周梁淑仪在亚视的第二把斧 挥向的是 TVB一向引以为傲的选美大赛 在秋德根时代 亚视便已推出亚洲小姐 与TVB的香港小姐对垒 周梁淑仪掌权后 开始将亚洲小姐发言光大 与TVB分庭抗礼 在当时的香港 选美比赛既是美女争取斗燕的秀场 也是两台争强斗声的擂台 为了宣传 两台经常带领参选人 前往异国拍摄花絮写真 1991年 TVB去瑞士 亚视去西班牙 仅拆旅费一趟就耗费200万港元 两台的选美舞台 更是金币辉煌 极尽奢侈 TVB每一届选美预算为1200万港元 亚视在周梁淑仪上台后 更是不晃多让 在嘉宾、裁判、四亿人选上 双方也各领风骚 两台选美 港姐、亚姐的出炉之夜 也是香港市民的不眠之夜 这样的夜晚往往好戏连台 TVB的绝活 是以手下精兵强将 炮制一出巨星云集的文艺晚会 亚视则使出看家本领 播放猛片 有一年的港姐决赛之夜 亚视播放省港骑兵 猛片自然比不过美女 不料当夜香港突然发生了一起 抢劫金铺警匪对峙的枪战 案发现场一片混乱 得知这一消息 亚视火速派出采访车 进行现场报道 亚视台的猛片加上真实的案件 让许多香港观众放弃观看选美 转而围观枪战现场 当年的TVB港姐选美 收视率大受打击 气急败坏的TVB很快开始反击 同年7月 亚姐的决赛之夜 TVB突然宣布 当晚的大型歌舞晚会主题为 梅艳芳飞跃十载情 梅艳芳是香港歌坛大姐大吉的人物 想遇歌坛十余年 影响力非同一般 亚视灵机一动临时宣布 卫视歌迷更好地欣赏梅艳芳风采 亚姐决赛推迟一天进行 TVB万万没想到 亚视还有这一招 但起苦难下 梅艳芳歌舞晚会只能如期举行 第二天晚上 亚姐决赛 前驴季群的TVB 只好效仿亚视放猛片 被港人笑为东西笑评 此外 周梁树仪在剧集歌曲体育上都投入重金 两台纷争逐渐演变成大火拼 圈内人都道 幕后戏比台前戏精彩 当年TVB的利润下滑了20% 尽管如此 TVB的广告盈利依然不可小觑 独霸影视界数十年的身份不可撼动 与此同时 有关于周梁树仪的留言也开始流传 有人说她的业绩 是用钞票垫起来的 她入主亚视一年就花了10亿元 而亚视的广告收入早已入不敷出 随后 周梁树仪登报发表声明 否认公司亏损的传闻 也说亚视是长线投资 并不在乎短期亏损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却推翻了这一论调 2月 郑玉彤辞去亚视主席 由林百新接任 紧接着 新任董事局主席林百新 公开批评周梁树仪 说她的政绩是三分工七分过 据林百新称 周梁树仪入主的几年间 亚视每年亏损额达到3亿港元左右 随后 林百新任命老家臣曹广玉为行政副总裁 将周梁树仪架空 从此 风光一时的周梁树仪退居二线 挂名做董事顾问不再主政 新冠上任三把火 林百新再度燃起于TVB的战火 频频向TVB发起强攻 但TVB在邵逸夫的掌舵之下 总是稳操胜券 90年代后 卫星电视与右线电视崛起 影视业又迎来新的竞争 但邵逸夫领导下的TVB如同不倒翁 在数十年的影业争霸中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邵逸夫以一己之力 称霸香港电视业数十年 不得不说是气运所趋 随着邵逸夫年事见高 也可能是遇见 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他产生了退役 2011年1月26日 邵逸夫将邵逸夫公司 出售给可王、陈国强等人组成的财团 至此 有着53年历史的邵逸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正式推出历史舞台 2011年4月 邵逸兄弟将所持有的全部TVB股权售出 至此TVB一主 邵逸夫所持TVB股份 加上其清水湾的DP 一共卖了86亿港币 与香港的其他巨富相比 似乎并不突出 但这些观点 也没有太多人关注 邵逸夫的传奇 早已超越这些简单的数据 他的一生 就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 在仅仅有700余万人口的香港 他创造的港式电影和电视剧 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华人 有钱、有名、有美女相伴 邵逸夫的百岁经历近乎完美 但在他数十年善行 筑起的丰碑前 这些更显得微不足道 一亿多元港币 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其中80%的资金投入了教育项目 除固定捐款外 他还有不定期的大额捐赠 据不完全统计 至2012年年底 邵逸夫已累计向内地 捐款47.5亿港币 以义富楼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 科技馆、医疗中心等机构 几乎遍及中国版图 2014年1月8日 107岁的邵逸夫于世长辞 邵逸夫辞世后 有网友通过在线地图搜索义富楼 得出的结果近3万座 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点 1000多部电影、电视剧 3万座义富楼 邵逝之风 山高水长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创伴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